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以色列和哈马斯暂时停火协议 昨天踏入最后一天 以巴双方同意再延长一天 并继续交换人质 国际社会也抓紧时间 积极呼吁以巴继续停火 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前天发联合声明 敦促哈马斯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 并强调他们支持延长人道主义停火 以扩大援助规模 声明中七国集团也重申 虽然以色列有权自卫 但与此同时保护平民和遵守国际法也一样重要 美国总统拜登昨天也发文表示 哈马斯会发动恐怖袭击 是因为他们惧怕以巴和平共处 他认为继续沿着恐怖暴力杀戮和战争 这条道路走下去 只会顺了哈马斯的意 让他们得逞 所以绝对不能够容许战火持续下去 除此之外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时 也呼吁各界应该要尽快实现全面停火 他认为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平正义 在于两国方案 并重申 应该要以更坚定的决心来重振两国方案 以更坚定的决心重振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 以色列早已不离建国 犹太民族不在颠沛流 但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 生存权 回归权 却长期遭到漠使 这是巴以徐事 屡线动荡的癥结所在 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平正义就是两个方案 昨天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高级别会议 再次谈到尾巴冲突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 加沙地带并没有防火墙 一旦恢复冲突 将会是一场吞噬整个地区的灾难 因此促请国际社会携手合作 达成全面停火的目标 同样在场的巴勒斯坦外交部长 和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则展开了一场正面交锋 巴勒斯坦代表强力抨击 指尾巴冲突绝不是一场战争 而是一场血腥的大屠杀 并强调尾巴必须永久停火 让加沙民众可以重返家园 不过以色列代表则表示 对于哈马斯的野蛮罪行 却没有受到安理会谴责 让他感到非常震惊 他强调目前可以改变局势的 唯一途径就是支持以色列 消灭哈马斯